各位企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赛事直播,我是王瑞 那么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了童与林老师一起 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1华为手机杯中国围棋甲级联赛总决赛的第一个回合 那么童老师您好 王老师您好 很高兴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欣赏这个维甲比赛 对,这个维甲应该说进入季后赛以来 应该说每天都是好戏不断 那么经过这个前三轮六个回合的教练之后 今天和明天就将迎来这个总决赛的两个回合 今天应该是总决赛的第一个回合 对,今天是总决赛的第一场 对,那么这个总决赛它怎么计算呢 也是和之前的一样 就是两天的总成绩 然后来这个相当于算一个总比分 但是今天是没有这个主将的 明天有主将 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今天的这个现场画面 谢科九段,也是以后我们要介绍的这盘棋 对,他对这个韩国李东勋九段 那么谢科,我们知道今年呀 进入决赛的两支队伍都是杭州队 也是这个航城得比之战 好像上一次是19年 等于时隔了这个一年又来了 对,就是上上一届 对,这两支杭州队就会失了 之前就是19年那一届 是这个苏布尔杭州队夺冠的 对,也是这个老大哥是吧 对,就是 杭州一队相当的 有一种说法是一队 对,但现在二队也很厉害 二队很强,像丁浩 丁浩九段就率领的是二队 对,对,对 丁浩带领的这支队伍也是一路前进的 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年轻小将 金玉成今年的发挥也非常的好 金玉成一会儿也是我们要重点介绍的拍戏 对,对,对 也是另外一位这个焦点人物了 对,那么今天除了这个 贯亚军之战还有三四名和五六名的对决 对,是的 就前六名是要决出来的 对,决出来的 之后的呢就按照这个 这个积分是吧来计算 对 这个是江西略的彭丽瑶 彭丽瑶什么时候戴上眼镜了 陈浩欣 这也是这个年轻小将 年轻小将,对 那么比赛呢也是在浙江长兴进行的 对,有点像是赛惠志的感觉 对 你看这个柳其风对阵这个叫王宇成 对,王宇成 和我们的叫金宇成一字之差 对对对 只有姓不太一样 他也是一个新秀算是 也是今年的这个首次亮相的棋手 对对 金宇成年纪也不大 这个金宇成 哎呀我们看看刚才有没有镜头扫到他 金宇成确实是今年突然冒出来了 很多人都在问金宇成是谁 对 因为之前确实是大家对他知之甚少 对 我印象中好像两年前还是在冲断的那个行列当中 突然间就在这个维甲取得这样好的一个成绩 挺不容易的 那么我们今天要介绍两盘棋 刚才我们说金宇成是在这个第二盘棋 对对 我们首先介绍这盘棋呢 呃也是这个一场这个中韩之战 是吧 对 也没有韩国外援 是谢科对 李东勋 对 好的 那我们先进入今天的棋局 好的 嗯 今天因为没有主将 所以其实这个台词呢 也没有什么关系 对 是的 这盘棋是谢科之黑 对李东勋 是的 嗯 然后谢科对谢科和李东勋之前也是有过五次交手 哦 对呃 好像是李东勋是稍微领先吧 我印象中 嗯 三比二 李东勋可能出名要早一些 可能在早期的时候 李东勋 占得了这个战绩上的优势 对 如果现在来看的话 我可能觉得谢科还被更加看好一些 呃 那么李东勋比谢科是大两岁啊 98年出生的棋手 对 那么李东勋在韩国呢也是排名比较靠前 对啊 目前好像是第四位 他一直都是在大概前六名左右 稍稍的有所这个浮动 对 但是今年李东勋的战绩还是挺不错的 对 就是在围甲当中战绩不错 对 收脚 嗯 然后白七挂脚 双方再开局下了这个 比较流行的这个二间高家的这个定时 这个很复杂 双方 好 白七 直接冲断 对 这里 呃 佟老师 这里是直接冲断的选择 呃 常见 还是说 这样子爬 如果单冲局部而言是冲断的会多一些 哦 不过现在白七在右上角有子 下这个下这个爬 马上之后这个二路跳 三路跳也好或者二路飞也好 嗯 应该也是可以下的 对 这样就避战了 避免作战了 实战呢 行冲作战的话 呃 可以倒下去 那么在常规赛当中啊 我们知道这个十六支队伍也是要交手的嘛 对 常规赛当中这两个队伍也是遇到了 哦 那那一场呢 其实就龙元二比二主将战胜了 哦 这个苏布尔队 哦 谢科正好也碰到李东勋 那盘其实谢科获胜了 哦 这两个队确实是 兄弟队 兄弟队 对 然后打了一跳 这都是几乎是必然的下法 嗯 接下来 接下来 实战是跳在这里啊 嗯 我印象中是不是有 有这种下法 这个也有 这个是这个 呃 气角的一个下法 白旗就接下来飞 但是跳这个呢 也挺常见的 跳这个 不过我倒觉得是白旗的下法 稍稍有些这个令我意外 嗯 因为在比较早的时候 白旗在跳的时候都是病在这儿 然后黑旗贴出来的时候 白旗在跳 这样是一个双方作战的下法 在最早的时候 认为呢 如果跳的时候 白旗跟着硬啊 是被白旗这个 啊 被黑旗稍稍便宜了一些 因为这个脚就已经活掉了 基本上 所以是白旗不太肯 但这盘旗 我也在看 我也在想 这个李东勋应该是跟周围的配合 嗯 有关系的一个变招 本来下场作战 那样的话 他可能 呃 觉得不如这个好 这个的话 黑旗跳出之后 就是基本后面的下法 也挺必然的 然后他就选择了这个变化 那 他实际上是先冲一下再打 啊 对 这个冲一下差不多 差不多 对 基本是一样的 就是从这个一般的概念里面 能够跳到 对 是便宜的 黑旗便宜的 因为局部就已经火掉了 嗯 所以一般在跳的时候 白旗不论是单挡还是冲的挡 都是先脱先走外面的 嗯 但这个局面他还是下了 也可能是他有一些新的心得 是不是在这里有研究啊 嗯 李洋勋九段 也是很用功的 对 我觉得他们对AI是吧 对 都研究的比较深 对 啊 这样子黑白旗就打拔 对 黑旗先压一手 对 然后再加 现在再加 嗯 这时候好像也是有点考验下白旗啊 对 白旗如果沾上的话 如果沾 它就度过一下饭 就度过 嗯 这样白旗走黑旗做活的话 它还是 这两下还有可能便宜 否则白旗搬是先手 嗯 而且如果是单粒 白旗可能会先点一下再搬 这个它气还不壮 走成这样 应该是 如果黑旗全硬度的话 应该是不太肯的 嗯 对 所以它加一下 加呢 白旗如果接在这 实在是等于说 这口气没贴住嘛 对 那它应该还行 所以就考验一下白旗 是接上面还接下面 嗯 对 所以站在这 是一种心情 那么黑旗就 它就不是这么来不活的 对 对 它这个甚至是 有先手活的 这个意思 就是走完这样 白旗如果跟着硬的话 它就不走了 所以 这样已经是 现在白旗是 补了一手 对 然后黑旗它这个 选择了这个小店 应该算是一个 高效的一个下法 这样局部呢 虽然说不是说是 活得特别的舒坦 但是呢 这个也是活掉了 所以抢到这个了 它就满意了 现在局部是 已经活了是吗 对 局部是 已经是刚好净活 如果说白旗搬 搬它就简单的提掉 嗯 这个地方 就如果白旗去打吃的话 应该是最强的 对 这样黑旗 如果要以活旗的角度来说 沾上就刚好活了 哦 刚好活 对 这样你打的话 我一尝就只眼破不掉 就是力和尝 对 剪合了 对 嗯 那么黑旗抢到一个牵手做活 对 这样 嗯 然后他小剑之前先飞了一手 哦 对 先飞了一个 然后小剑 嗯 对 这样子白旗其实还是需要花一手的 是吧 对 如果不走被黑旗一力 那白了就死掉 对 这个地方要点 死活要点 对 所以白旗搬 嗯 白旗踢 把白旗再打 嗯 对 对 这样就活了 啊 这样子双方 对 都各自做活 嗯 所以我在想白旗这个冲了拐 就这个下法 应该是 这个李东勋又比较深刻的研究 嗯 因为这个病 本来刚才我说的这个病啊 其实也是这个AI的一个推荐 但这个呢 是次选 应该是 不过 应该是因为周围现在有这个配合 我们可以看出来 白旗这个地方和他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配合 所以李东勋就选择了 这个 另外的一个下法 对 而且这个 这个呃 局部定式下完之后 嗯 好像AI给的 评分 嗯 对白旗还是比较有利 对对对 是的 所以他这个只能说李东勋 有研究 非常深刻 对 因为呃 一般这个概念里面这个冲合档是不便宜的 对对 是被黑旗便宜的 对被黑旗便宜 但是一系列变化下来之后 白旗在这里 稍稍的占点优势 对 因为周围的场合不同了 嗯 所以说明他很深刻研究 对 嗯 嗯 这样子白旗争得先手 嗯 争得先手 总好像看起来是要在这边 对 呃 又上 又上来 动手了 嗯 他的选点是在这个二五清分 对 这个清 清分一个是 也是比较常见的 因为 对这个做活比较好处 比方说黑旗 普通的走脚的话 那他就比较轻松了 不会受功 这样白旗 不论是拆二或拆三嘛 基本上就安定了 所以黑旗也未必愿意啃 但如果不走呢 这个走外面呢 他就把实地捞了 他觉得可能也能接受 如果不是走在这一类 是直接打入的话 可能就没有根了 嗯 所以他这个调是 应该清销这部气 还是想考验一下黑旗 嗯 看看黑旗怎么下 所以这个二五清分 其实是一个 呃 比较灵活的下反 对对 实战当中也经常能出现 对 面对这样的一个间隔 嗯 实战 白旗 黑旗选择的病 嗯 还是下了另外一个 这个病就是说 跟靠住相比 他还是对白旗有点想法 嗯 因为刚刚我们看靠住的话 白旗长都是先手 活起来就 比较安心 病的话呢 白旗还是没有那么厚 所以相对而言 他算是一个 呃 既守地 还对白旗有一点想法的 一个想法 相对来说比较中庸一点 对对对 是有这种感觉 但是他病的话 就是将来这个脚步 可能 对 他的缺陷就在于脚步了 不像刚才这个 一手其实就把脚 全部的 这个走得比较结实了 嗯 所以如果说只是 单纯从局部而言 我还是建议大家去靠 嗯 如果刨开这个周围的 配合来讲 现在他病这个 肯定还是想 对他有点这个 威胁 嗯 那么 白旗大飞 对 大飞也是常用的下方 嗯 黑旗拆了一个 嗯 那么白旗现在 这两手旗 放在这儿 呃 看起来好像 也不是很好进攻 对 是不是 对 攻击的话 因为这边也比较宽 还比较难 可能如果是走模样的话 就从这儿跳一个 如果要是想 彻底灭眼的话 可能有这一类的 直接点进来 灭眼 对 直接点的话 比如说白旗如果压住 那他可能就要从这边爬 他是从这边爬的 对对对 这时候我就想说 千万不要吃这个字 对对对 这个字有点小 那爬如果能让白旗 跟着硬再吃的话 会大一些 对 这个时候就考验白旗了 白旗 呃 如果顶 嗯 黑旗就搬起来 对 那这个眼被彻底掏了 嗯 嗯 而且白旗可能还只能虎 这再被震过来 有点重 有点重了 对 但是你如果说这里 首先好像敢搬 也不敢搬 是吧 但是他哪怕再顶回来 也已经好多了 而且还可以断一下 还可以先断一下 对对对 你如果只能退 那他再顶 他再顶 对 哦 是这样 白旗可能如果真的是 面对这样的局面 可能也只能退了 嗯 然后你搬了退 我再出头 嗯 就黑旗可以保留 这一类的下法 对 嗯 所以白旗呢 如果有机会这里 再加补一手 对 也是补小的 对 如果能补一手 补干净也是可以的 因为现在也没有 太明显的下一手 嗯 嗯 实战黑旗是先 沾大场 嗯 然后白旗就补上了 那白旗马上 对 我们话一会落 他就马上补上 对 因为他也没有看出 还有什么太明显的大场 所以把这补干净也是 同时也基本上算是 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在消黑旗的模样 对 不给黑旗扩张的机会 这里补旗的手法 嗯 我刚才在想 这里黑旗 白旗如果补的话 有哪些选点可以考虑呢 嗯 小肩或者飞吧 小肩是最扎实的 对对对 或者飞 但飞的话 它进脚就困难一点 本来这个地方可以在小肩的话 跳进来很方便 对对 飞的话呢 如果也是跳 这个还是有点 旗性上的弱点 将来也要小心黑旗就是这种鱼形的冲 是吧 对或者黑旗就算没事的时候 挡一个这里面的点呀 各种味道 也稍微坏一点 它头会稍好 但是好像这个将来白旗就不用从这边出头 直接因为自己足够扎实 可能就从这边肩冲或者从打入了 对 先把自己的脚 脚步给扎稳 也是挺好的一个选择 嗯 看起来白旗与东勋还是 感觉形势 比较乐观是吧 对 否则很结实 对 我觉得现在 我也觉得白旗还不错 好 搭散了局面 对 黑旗逼住 继续沾大厂 嗯 然后白旗就是肩冲 肩冲了一下 黑旗爬 嗯 然后白旗再飞 从招板上来看 这个李东勋确实是 这个用我们职业骑手说法叫 孤翼慎农 孤翼慎农 觉得自己形式不错 下得非常稳健 这个孤好像是 这个很多旗手喜欢说 对 代表着乐观的意思 对 对 但这个旗 感觉上还是有些不太肯 因为黑旗刚走了一个 白旗立马就跟着硬 好像有点这个不太愿意 过于 一看就下的法是比较乐观的下法 是吧 但是不是过于乐观 对 故意过于肾浓了 第一感 感觉上不太肯 比方说飞过来啊 或者说接着跳 积极一点可能还行 但他这个旗 他可能也是对自己比较有信心吧 嗯 他肯定也是个大厂 因为不走的话 黑旗最脸的那拖 局部肯定是有旗的 所以他这个旗 就是稳健的走一手 也是 能看住他的自信了 好 那么黑旗这个尖也是 一步大厂 对 这个感觉更大一些 刚才我现在 还是想飞过来 感觉这个让黑旗抢着 还是挺舒服的 等于说白走着了一下 然后再把这个抢 本来这两个感觉 不想让黑旗都走着 或者他白旗是不是觉得 这两个交换 对他可能觉得也无所谓 不便宜 将来从这打进来 觉得也无所谓了 嗯 有可能是这样的想法 嗯 接下来黑 白旗是顶在这里 对 这个形状 这是一个形状的要点 这部戏看上去是挺奇怪的 当时一瞬间我也是 但是后来看到白旗 马上在这个局部 就采取了手段 有手段 一下子就看懂了 因为这个戏明显是一个 里和外的交换嘛 是的 对 你看这个人家顶 黑旗顺势一长 对 下一看好像 亏了 不知道它是什么用意 是的 然后马上还跟着硬了一个 走得非常的扎实 对 从白旗的招法来看 小肩小飞小肩 全都是特别稳健的 嗯 非常有自信 嗯 好 那么黑旗 继续沾大厂 嗯 接下来 白旗这部棋 对 就知道它的用意 我们就看懂了 终于展现了 对这个靠 嗯 哎 很有意思的一部棋 亮招了 对 要是 这两部棋可以算是一个组合吧 是的 因为黑旗在这个时候 就算发现了这一靠 可能也没有办法补 这个补起来实在是太缓了 所以 这一靠 这个看来白旗这个棋 显然有背而来 嗯 而且当时我看了一下 黑旗确实没有 太好的应对 可能就是一个局部的 缺陷 这里的黑旗 可以考虑的选点是 除了像实战这种扳是吧 嗯 要么就 要么 基本上 要么 粘它就扳出来了 正好这个 它就利用了这个 虎的这个旗 这时候看这个虎和小间 对 还是有了 就正好是在要点上 对 黑旗也很难 如果说防止的话 可能从这退 但这个退的话 这个 这个 白旗从这冲过来 黑旗也其实是 这个弱点很多了 感觉上黑旗也 没有十足的把握 所以第一感应该就是斑 这个好像 这个斑 应该是 挺正常的 但实战被一断之后呢 黑旗确实也不好下 我看AI好像给出了一个 拖线 从这靠的一个变化图 这个 但我觉得可能 不是我们人类能 这个 这时候拖线 交换一手拖线 我印象中好像是 我来之前看了一下 好像是 这样的一个词绪 但是感觉 这个太难下出 对对对 还是这个打湿 更符合人类的 这个看法 但确实这个三个字 冲掉之后很大 冲掉之后 白旗这个小间 那边的木树 很舒服 这感觉白的 这样的话 白旗 比较轻松的 把这三颗子吃掉了 对 这三颗黑子吃掉 吃掉之后 黑旗这个本来 刚才粘先手 现在 什么大飞都有 现在没有了 这个粘后手了 木树 有点不肯 现在的黑旗 就只能是考虑 这朵花 能不能攻击到这块起了 对 我就想说 现在白旗等于是 花了一首旗 对 吃掉这三个子 你觉得这个 我觉得还行 因为本来黑旗的模样 是比较宽的 现在呢 先压缩了一排 然后这个木又很大 接下来这两个子 将来还有可能 吃掉 也就是说把黑旗的这个 这个后市给压缩了一排 同时还捞了点木 感觉上是挺大的 因为主要现在也没有特别大的旗 所以捞了一排 对下面的木树还有好处 所以从木树的角度 摆起还不错 然后这个旗呢 感觉也没有那么好 攻 对对对 现在看起来这三个子 对 非常扎实 一个小堡垒 闪闪发光 就感觉黑旗这朵花 有点落空 它这边很厚 这里很厚 是吧 但是白旗这三个子 一下看起来不是很好攻的 因为白旗往脚里跳 还有一些这个眼味 所以黑旗需要得想点办法 感觉上白旗是比较成功的 对 如果这边这三个子 没有什么有效的进攻手段 那白旗黑旗实地上 可能会有点 对 是吧 如果回来看 不知道这个碰 如果不肯直接补的话 有没有什么 从这边走起的可能 就是尽可能的 让它这个靠 没这么严厉 如果就 真的没折的话 感觉黑旗是有点 不甘心的 对 三个子还是大 实战黑旗还是点在这 对 这个是最强的一手 但也好像对白旗 没有太大 还没威胁 白旗因为脚里还有跳 实际上是压了一下 然后 是不是就跳了 对 就跳了 跳进去 嗯 这一跳也是考验黑旗 是要眼还是要这个木树 实际上是冲 然后一跳 这个基本上是必然的 但是呢 白旗这一冲 非常的这个 令黑旗这个难过 因为如果挡住的话 会厚一些 对 但这被拐 眼位 脚上就有一只后手眼 对 如果你要灭眼的话 灭眼就只能退 只能退 退的话 白旗这个冲的味道之后 它这一飞 又是一个连贯的一个好旗 这黑旗 多多少少 还是要面临这个 马上要被冲死的这个问题 所以它补了一个 补完的白旗 有了这个飞之后 再在中间这个 飞一个 这个旗形一下子就搭出来了 眼位一坐 这个 已经不好公道了 其实看起来 白旗还是下得很流畅的 对 这样子 脚上是不是已经是 这个冲是先手的吗 对 还是有眼 已经是有一个后手眼了 也就是说 黑旗看他补在这 其实挺无奈的 因为我总不好意思 再补回来 对 这个被飞一下 实在接受不了 对 所以他补在这 是一种 怎么说 一种心情 但是呢 补完之后呢 最后这只眼 还是留了半只 然后这个地方 白旗的眼位 基本上也不错 这边其实还有半只眼 对 现在白旗 这个安全是没有什么 太大问题 对 所以感觉上 黑旗这个攻击 有点落空啊 对 但是没办法 这一串几乎是必然的 因为刚才拐 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被先手拐一只眼 也不可能 所以这一串走 那他有没有可能不跳呢 不跳的话 那白旗一尖 基本就快活了 尖完之后再一跳 又一只眼 就基本活了 他也没有好些走 我倒觉得 如果这样的话 黑旗这个是不是 是挡算了 对 就因为这个地方 本身是没什么木的 这白旗立在这 这边有大神腿 没木的 他这个肯定是想猛攻 这个白旗 但是呢 白旗这个 走了两手之后就火了 脚还被先手冲了两下 感觉上黑旗 好像还不如挡一个算了 只是我们从事后来看啊 对 这个 这个进攻 效果 一般 一般 是吧 但当时的心情可以理解 这刚提着的花 得发挥一下作用 攻击他一下 对 所以选择了最狠的攻击方式 心情上可以理解 但是从事后一看 这边一飞 这走 基本眼尾就做出来了 黑旗 感觉上有点不肯 这个飞完黑旗 就没法走了 应该 好 黑旗现在拆过来 对 只能去抢大场 对 这个拉长战线吧 对 这样子拆过来 脚伤 好像 对 是不是还有一点 可能还有点什么味道 可能还是要什么 这种拖三三呀 包括这一类的 肯定是要搞点事情 所以我就说 当初这个飞 补的 还是不是特别厚实 这个也是 常用的手法 这个骑在更多的情况下 都是虎一个更常见 但是现在 白旗搬黑旗场 按照 按部就搬的下的话 他可能觉得这个子 实在是 有点重复 所以选择了 这个粘 起码虽然说 这个被 实战白旗也有得力的地方 但起码是个鲜手 他可能是 也是一种心情的选择 对 就是这样 对 然后在这 这样他能挣到一个鲜手 白旗场 对 就是一般这个下法 是不愿意的 如果没有这颗子 因为这条白旗有点 黑旗可能基本上 还是得回去 所以一般大家都是 虎在这刚才 在鲜的时候 但现在他为了 争鲜手 也是形势不力吧 他得吓得激进一点 然后现在黑旗 来了 就在脚上 要搞点事情 还是拖在这 这是唯一的一个 可能是白旗 现在不安定的地方了 这边基本已经活了 但实控肯定是白旗还不错 所以 黑旗是得想点办法 对 现在脚上看一看 对 靠的时候白旗是顶 顶住 现在白旗可能 想着是轻处理 黑旗呢 从实战的招法来看 黑旗也是想 不仅仅是做活 还要跟白旗这个 搞点事情出来 其实局部要想活的话 一尖基本也活了 这个二二一虎 和这个拖过 基本成为一尖和 它这个炕呢 还是想稍微追究一下 白旗的旗形 这个事 对 就是这个时候 它就直接就给白旗断了 这还是挺凶的 其实做活的情况下 一虎就已经活了 这局部是个静虎 它如果直接做活 黑旗是觉得 形式还 对 不是很有力 还是不好 而且最关键是 这个脚活了 可能亏了 白旗就简单的补住之后 这个黑旗破了 白旗一共 拾木旗出头 但是呢 这个地方白旗 需要的时候 这点啊 这黑旗做活的时候 需要虎了力 这个白旗也 等于这两个就是牵手 那这边的空 几乎就没了 而且这个厚了之后 这一点 可能这边也 也基本上 不受什么了 这个活的有点 得不偿失了 对对 是的 所以黑旗在这里 并不是做活为目的 对 它是要反击白旗 对 它这里呢 是要把白旗分段 对 这个针子是黑旗有力 对 针子有力才能想 好长 这个就是黑旗拼命的招法了 这样的话 脚上黑旗是不活的 对 局部已经是尽死了 但是由于这个脚上 有这个作眼的特殊性 应该也是白旗 没那么简单的搞定黑旗 对 那现在对白旗来说 它的这个作战的 这个 这个战略吧 是什么呢 就是我脚上可以不活 对 但是我也要拉着你 跟你两边 某一方 比如说对杀 对对对 这样大概是这个意思 因为如果像刚才我们看 黑旗如果简单活了 或者即便这样 让白旗两边都很轻松的活的话 其实黑旗的木树是不便宜的 因为两边的空都在受损 是的 所以它就是现在纠缠住白旗 至少要跟其中一块 这个产生对杀 才能可以 如果能处理一下一个什么缓气节 对对对 是 这个只能先作眼吧 应该 不作眼的话 这个没有刷气了 就 它是先尝一下 再作眼 先尝一下 先便宜一下 再作眼 再作眼 但是现在白旗也很机敏 它没有马上搬 它是先搬这个 对 因为黑旗活了的话 其实并不是黑旗的木笔 所以白旗也抓住了这个状况 先去占点便宜 我们也说了 这里如果说白旗如果搬 那么黑旗可能马上立下来 对 这样子脚上 是个缓气节 是缓气节了 这个可能就黑旗就满意了 因为这边基本上损的有限 这边呢 啥都没损 脚里出了一个缓气节 这样黑旗的后视 对于这块 白旗的威胁就有了 这里是一个判断的问题 对 这个对于双方来说 其实这个铺先手的话 这里面可能也就缓了一气 基本就还好 这基本是跟缓缓气节 将来白旗是立了粘 对 是的 然后铺完粘的话是缓一气 但这个缓一气的话 黑旗其实本身也走后了 这个损失也不大 然后慢慢去打劫 这个可能白旗不肯 对 所以作演的时候 白旗是不会搬的 对 那黑旗可以先立 立它就从这边 你退掉的话 我就搬这个 对 不退掉的话一点 应该也是死的 对 因为这气不太够 黑旗还是 所以黑旗是要先作演 对 先把这个引诱白旗去搬 这样搞成一个 它解消不了的一个打劫 然后再去封锁 这时候白旗的选择 还是正确的 不要去贪吃 这个脚上几个子 而且白旗心知肚明 黑旗不会去做活的 肯定还是要继续跟着硬 那它就白便宜了 果然 你看黑旗呢 还是退了 对 如果说它来做活 如果做活 那么和 比如说和白旗这个交换 对 那这个空 其实黑旗就亏了 这块旗 刚才看了一下 也不好杀 因为这个猴是牵手 这一虎 应该也是很困难的 想杀掉 比方说 我们可以简单的看一下 跳的话 所以虎 如果拐的话 就已经 对 拐了肯定是虎 然后这一头就已经明显火掉了 对 只有点 点进来 对 点进来 白旗就看 靠这个 嗯 黑旗 应该是杀不掉的 不好办 这个自身的气太紧了 这打还简手 这个不太好杀 对 这已经可能不是自身的 可能逼着错了 再杀一下 所以 气太紧了 对 所以黑旗不能这么下 不能用墙 这里 对 只能去这个被杀 然后白旗 应该就搬了吧 再搬 那么白旗 搬到了一下 从气上面说 对 气和木都转了 便宜了 对 再铺 锡掉 黑旗还要把这个拐住是吧 对 收起 白旗 护 护掉 先 先冲 先冲 嗯 然后爬 对 这个 哇 白旗这带下的 很愉快 白旗是在这个 能占便宜之前 竟然把所有的便宜都占光 这个挺狠的 这样的话 这个局部已经留着一个作眼了 是吧 这个猴是 弯是先手 已经留着一个 作眼跟出头 已经是建核了 建核了 这边就不用担心了 对 然后这边就 极尽的 哇 你看他这个下法 对 还要去搬一个是吧 对 看到对不起了 这个搬就是 反正黑旗你要敢打 那我就静活了 但你要是退呢 我又便宜木了 所以也是让黑旗 一些颗很头疼 难受 很难受 这种是做抉择 怎样都被占便宜的时候 是最难受的 如果说就是这么退呢 退的话 要走也是带扑是吧 他有可能会扑 扑了再退 扑了再退 扑了退这个局部 他也这个有问题 就是白旗猴 一团 这里面 一会再去扑的话 这是一个这个叫连环节 连环节了 没用 所以没啥大用 基本上 所以他可能实战 我看他实际上是打的 对 打就是意味着让你去补气 然后我再跟你这块纠缠 因为这边已经纠缠不动了 是一个类似于连环节的东西 算了 这样子的话呢 我看白旗好像 这里弯掉 对 然后这里做活 先做活一边 对 然后这边呢 反正黑旗就想占点便宜呗 但局部而言 可能也没办法 刚才退其实也差不多 那这一代作战 黑旗好像不便宜啊 没啥 就是说白了 折腾半天 没折腾出东西来 不便宜 对 没啥用 如果说 你看这边已经近活了 如果这边白旗又近活的话 那里面 黑旗等于说是无击二重了 对 没有任何击 那就亏了 对 也不用收气 也不用打结 所以黑旗现在还是期望着 让白旗将来把这几个旗 全收进去 可能还能好一点 如果说一做就活了 比方说黑旗跳 让白旗活 那白旗这个木可能还增加了 白旗就剩了 一二十二十四十六十七十八十九 二十二一二十四 二十四木了 就比原始的石木出头还要多 他肯定不能接受 所以还是在打上去吧 应该 对 黑旗只能打上去 这没办法 但是黑白旗就 床外出头就好了 对 也没啥用 其实 只是心情上 如果跳 背一座眼 又没有明显的便宜的话 他没办法 因为脚上 再不济 白旗将来还是有 可以打结的 对 是吧 这黑旗气太少了 不可能杀得赢 就白旗就最慢的 一二三四五口气 黑旗也不可能杀得赢 这都跳出去了 杀气是没可能了 基本上 我好办 现在对黑旗来说很难 对 飞这个 白旗出 这个还搬不住 这个地方太难受了 搬的话 打起的时候 猴会去了 所以 这边可以猴 这边打基本上是决心 对 这个决心 因为这个脚 刚才你也说了 这里面还有个大截呢 是 对 这不行 所以 白旗 这个时候估计 杀卡太多了 有点无奈了 已经 对 只能算了 慢慢攻 但这个气 就根本就没啥看了 白旗 这都已经 这白旗就算粘一个 Yes 8口气了 你看白旗就是这么粘 这么冷静的粘了一步 这已经 8旗对5旗 那已经无所谓了 总不至于黑旗扑进来 白旗这个粘也是 可以啊 感觉白旗整盘旗都在传递一种信息 我非常有自信 我非常稳 这个就是 去撞的话 其实 黑旗说实话 这个猴段那时候一段 可能 也能粘一粘 但这个呢 就很简明 这一粘我快了你 三气就无所谓了 这个外面 其实你说白了 你也没有任何的收益嘛 嗯 对 这个 总体而言 从靠近来看到 到这一粘 应该算是白旗成功 哦 而且还成功的将棋盘缩小了 对对对 这个就是 就是怕就怕在这一点上面 对 就是优势的一方呀 他就不跟你作战了 对 是吧 收兵 然后你发现没有地方 可以去搅乱局面 对 这个刚才我们说是最后一个未安定的地方 不确定的因素 现在似乎好像也 也明显了 那些棋盘一下子变得 对 可以去征胜赴的地方 放眼望去 好像很难找出来了 对 只能想办法 对这块鞋 还有这个地方 我看黑旗是飞的一个 在这想便宜两下 不知道他是不是 最后的这个念想是对这块鞋 就比方说白旗现在 如果说最普通的跟着硬的话 他可能利用这个顶的线手 就是把这个地方彻底算是 有一个封锁线 然后呢 来杀这块鞋 这可能是他这个 最后的一个机会 但这个地方其实也不好杀 可能什么尖完一个 尖还用不了 他不能尖 这个顶线手 那也很不难 顶线手 对 顶完就冲了一几 本来想着尖完点在这儿 那这个棋也不好杀 所以白旗如果跟着硬 可能也行 实战硬了 实战没有 飞的时候 白旗下的特别的稳 白旗 就有一点胜利宣言的感觉 你看 整盘旗都感觉在传递这个信号 我很稳 我优势很明显 就从这个脚步开始是吧 一个定式下完 稍微的占一点点的领先 这个小间其实说句实话 还是比较有道理的 像后面的招 他都是在能稳和能进的时候 选的全都是最稳的 全都是稳的 对 那结果 其实我不知道 谢科的棋 棋风还是比较的善战的 对 是的 但这盘棋好像有点被压制的感觉 没什么机会 就是找不到发力的 合适的机会 在这个局部下完 似乎黑棋就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 怎么突然被白棋好像控场了 对 有点这种感觉 就这一靠 白棋 主要是墓数上占便宜之后 黑棋后来也没有捞到机会 对对对 到时候看一下 他这部棋可能 我觉得不如打在这 先把地捞了 还是这里的进攻 就是这个地方 先被白棋捞了点实地 然后去攻击白棋 然后又被白棋给轻松化解 并且是带着墓的 这个就比较困难了 黑棋现在只能在这想办法了 搞点事情 他是非 小菁 对 小菁也是想争取 能把这两个词割下来 是不是 对 其实黑棋刚才割的话 贴就割了 但是他这个肯定是最狠的 对 想着能不能 他是觉得这么吃 不够了 还不够是吗 应该是不够了 对 这样子白棋采用这边 再来压缩压缩 对随便搬一搬 这个黑棋可能也 围不上节目 所以他要 对 这个是最狠的 看看能不能 这个取得一些 先手便宜 对 黑棋还要吃回来 那白棋一吃就回家了 就看黑棋能不能下去了 这时候白棋是不能 黑棋不能跑的 这一刨这边一打吃 这有断点 对 是吧 跑的不行 所以他贴 这个是 贴了 白棋就只能扳住 基本上 只能扳住 因为这个 这个弯是有先手的味道的 黑棋刚才我倒看 有没有可能用这个病呢 这个病有点俗 就是把味道都给卖光了 对 病的话 它应该只能提吧 对 然后这个跳跳不下来 跳它一拖 这个行不行 这个感觉已经有点像是这种 最后挣扎一下 但是看起来挺不错的 只能弯住 因为你尖的话 我是可以回来的 对 你就尖的话 就直接跳回去了 对 这样是可以的 你这个下手或者扳 对 你要防的话 就是这个弯 对 一子两用 看看行不行 对 这样黑棋就算扳过 其实破的木也很有限 这好像防住了 没什么用 扳过的话便宜的非常有限 还是不太行 如果说 如果这里飞就冲断 对 这个气黑棋也没忌口 这个白棋气 也不少 对 头在外边 而且白棋这个地方 要到白棋走的时候 这点好像也是 或者就跳了一跳 黑棋也挺危险 这好像还是勉强了 有点勉强了 对 刚好防住了 对 没齐 而且不能先走 先走有点损 先走 它上面可能那两颗子不要了 对 因为它拐一下 也就刚损了一点点 比如说 比如说现在就来点 那笔花是我扳 然后你再去病 我就跳了 你现在再病 它就不要了 对 因为这个 其实拐损的木 肯定没有黑棋损的多 那黑棋这个剑 就不如贴了 这样看 所以黑棋不好办 是吧 对 没啥用 现在想帮 解壳想点办法 但是白棋太厚了 这好像被连搬住 就没棋了 你看白棋就 全都守住 对 现在黑棋往回 它没办法 这里 没棋 没棋 又扶回去 那这个又被 李东勋拿捏住了 又一次拿捏 奢手关 这应该得硬吧 然后 这里扳 白棋还是在继续的扩大展过 对 白棋先就是把棋走后 是吧 刚才我们说 虽然气长 但如果它能够联络 不收气 更好 对 那白棋 黑棋是不肯的 断掉 对 然后再从这边看出来 这个黑棋 不过看上去这一段 确实也是漏洞比较多 是的 再靠一个 是要反击一下 这样子黑棋 其实有 这边有断达 这里 对 黑棋也是 气很紧 对 现在点这个 哦 这个 再搞一下事情 再搞事情 挣扎一下 这个是 它就 你看白棋就给你粘住 最强硬的下法就粘住 当然一时半 我也没看出来 黑棋有什么棋 黑棋是打这个 而且游戏白棋 这会有多子 这是什么次序 然后来吃 这被断达 然后一跳呢 它也没跳 就把这个吃了 就是转换 给你活了 把中央吃了 那斜克这个时机 那为啥不在靠之前 去搞事情呢 先点是吧 对啊 那这样的话 不等于说 给白棋个选择 也就是说 这个子跟这边交换 那肯定黑棋还亏了 因为这个 刚才气 其实是白棋长好几口 对 你现在收了一气 没用 没用 那这个好像 时机 有点问题 对就活这个 那这个搬死了 那不是 因为死 不知道没有更狠的 什么断过来 它就是搬的 就搬就可以了 糊起来 糊起来 这黑棋又亏了 又亏了 这中央这个 吃了二十五分棋 感觉 下面那个 全属 全属上 好像也难道二十 因为本来白棋 就有大生腿 是吧 对 本来就有大生腿 本来就有大生腿 这个 对 就不大 对 本来就有大生腿 有吗 有 拖不进去 拖不进去 对 但是就算不大生腿 拖了几 它也没多少木 现在白棋 把下面的空 现在转到中间 对 并不亏 对 白棋还便宜了 还便宜了 对 这个木数中央 还是大一些 不过这个便宜 可能跟胜负 本来也是 那个白棋好 只是黑棋的 如果说真的搞事情 我们刚才看一下 如果没有这两下交换 会不会 有点机会 我们稍微 回看一下 对 就是这个时候 那如果说 它有这个 有这个点 如果在扳的时候 不断 现在就来点 对 会不会有一点机会 现在就来点 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看一下 不算不算 对 那如果就这个时候点了 如果说 我怎么觉得 还有点气 如果说 它只能粘 是吧 对 那它倒吃 这都是命令 吃 吃这个 还是这么下 就说 现在白棋是没有 现在有点慢了一拍 如果它现在立 如果现在跳 那我就管吃 这好像出事了 这样 你这没有靠 急不死了 嗯 那这样 机会就来了 有机会了 来机会了 这个里边 它那个四肢 确实有点奇怪 等到白棋靠的时候再来 这个里边气已经不对了 对 这个应该是 至少是大截了吧 搞不好都没有大截 静死了 好像 如果几倍 一半截 已经静死了 嗯 那那这里 就是说 它打吃的时候 都不敢粘了 对 那如果提了 我提 那这个 他一提 也不行 这个太乱了 这样的黑棋 肯定机会大多了 这个字没有意义 嗯 对于这个对差 来讲 这样你就算靠 我贴一个 就算你能夹出来 那至少也是 我捞了很多木树呀 对 你至少现在把水搅浑了 对 啊 哎 这个棋 有点意思 是不是 这才给启发了 当时就来点 是吧 就不断的时候 嗯 等于徐站给了白棋 这特别重要的一个地方 多了个字 那这个棋 点可能还能真正占点便宜 哈哈哈 至少先问一问 对对对 是 现在实战 我看看 实战是 因为 扳的时候和这里交换了 嗯 所以 插里手棋 下边的下法就完全不一样 对 靠在这边 嗯 这样的话 这个牵一长 但是这里长 嗯 对 实际上都可以说 这个字 现在特别尴尬 没有用 嗯 这一下白棋 肯定是 这样白棋也放心了 对 是吧 对 白棋现在 哎 没有想搬呢 搬 然后白棋就老老实实地搬住 再一次的 把所有的味道补干净 对 然后再跳 其实 然后算了补吧 这一跳 黑 白棋上面的做活 看白棋火 看看白棋的火法啊 嗯 它是压 它是退 然后 也是稳到夹了 好稳啊 嗯 这样的话 你将来点不进来 是不是 点的话 我粘住 把我就长 弯了 这边冲挤 挤它粘上 倒是没事 倒是没事 但是这个黑棋想杀 还比较难 现在 因为这里有眼 嗯 所以其实是已经红了 我只要把这只眼做出来 你这个点 虽然是能回去 但我这个拐了一冲 可以 脚上有后手一只眼 对 就是这只眼做出来之后 这两只是 三眼两作 对 已经是火定了 那它当时 为什么虎在这儿 这边挡住不好吗 应该是觉得 这个就是很明显看清楚 其实拐也基本是一模一样的 嗯 但这个虎呢 更清晰一些 拐的话就是这个几十先手 对 它可能什么 其实也没用 急我退也没用 但这个虎就最清楚的 太清楚了 好像在催促你 这个虎到这儿了 我都已经退一步了 胜利宣言是吗 对 有点这种感觉 但是黑箱好像也没人输过 看又下了好久 对 这毕竟是总决赛呀 对 关亚军之争 而且像维甲这种情况 对 哪怕是形势 现在不太好 那么也要坚持 对 不做第一个逃兵 对呀 要不然队友一看 怎么有一盘先收了 影响士气 影响士气 是的 顶了一个 然后把这个冲死了 这个 它先这边先冲了 这个先冲一下 先手 然后 把这个冲死 对 把上面冲死 这个 把这个都跟你纠缠了 对 这三个子吃掉 三个子吃掉 就 没有任何的这个死活的 对 它这个至少有八到九木齐 然后还加上彻底的喉 这个 这把这里冲圈下的确实好呀 很稳 稳稳当当的拿下 这个状态 极竟还可以说是 这白棋现在这种下法 全都是一种 就是迎其不闹事的感觉 把迎其不闹事 发挥到了极致 应该算是 就它可能也许稍微 亏一点 但它也没有关系 它只要选 看得最清楚的 这种下法 就是能进能退的时候 它肯定是这两个 它选的是稳的 这样子看得最轻 现在它把 每一处 还有 可能还有悬念的地方 都把这个定型 对 感觉这盘棋从中盘开始之后 这个 谢科的每一次 这个挑战都被它 用一种很这个 有点像太极的那种感觉 就给化解掉了 那你有点没脾气 对 这个棋 黑棋从哪 哪个地方去搞事情 都没有 刚刚唯一的可能是 断的时候先去点 可能还能稍微 有点这个机会 这个好像还没有认输 还在继续的拼搏 斜科 长 小鞋 小鞋是先手 团住 这个可能提掉 左上了 这个吧 应该 对 提掉 白转的一下 一棋 它顶住 这个提是 先手 先手 对 它顶在这儿是 捕棋 捕的是这边 但是就 看这个木树捕得最好 这里如果说不走的话 有一点 是吧 对 或者斑就 斑也死了 斑也死了 所以它是这么捕的 对 捕在这儿 就是把这个顶的棺子防住 应该是最好的补法 猴吃吗 猜测一下 对猴吃 把能走的都走掉 简化局面 把这里冲一冲 收关了 对 这般的棋却是没有发生什么特别激烈的斗战斗 一直都是白鞋在化解黑鞋的攻势 然后每一个化解的都还挺成功的 对 现在这个部数差距是 我们稍微的判断一下形式 这地方黑的 12345678910 121314 这个24252627 373940 40稍微弱一点点 414244 4647 484955 254567 62970 这个地方没算 但是这也稍稍稍稍稍微多一点点 黑鞋 白鞋这个地方就算 白鞋全部收回去 101214 1516 17 27282930 3233 33 差不多吧 33 33 3333 3339 这一幕刚才没点 4955 1525354 556 57 5859 60 62 71 或者说 32 32 黑气70,稍强一点点,白气71 基本上就是盘面胜负 那这个差距不算小,是吧 而且关键是现在这个局面 可以去翻盘的 倒一望去真的是几乎没有了 而且我还想到了一个有趣的一个细节 好像我记得在中盘的时候 我有一次看那个胜率 当时就显示白气寒070目左右 等于说从中盘大概七八十手 一百手左右的时候 一直把这个优势原封不动的 搬到了最后的这会儿 大概它后面可能还下了一点 就到目前为止几乎是胜率还是那个情况 关键是这个棋盘在缩小啊 越到这个快到临近尾声了 这个机会就越渺茫 对,是的 黑漆现在如果能把这个抢着立的话能稍好一点 但是 贴幕肯定是百分之百贴不出来 现在是,它就是打这个半毡了 对,就是走的这个 半毡的话可能 半毡是先手 半毡这个地方有一先手 能稍微好一点点 那可能黑漆盘面能稍好一点点 这个是先手 这个不硬的话是打湿的粘 那这样子可以比刚才会多两三目 就是这地方白漆是少了 这地方黑漆多了两目 白漆这地方多了两目 但是黑漆党成先手 所以总体而言 本来这里有半目 也就是黑漆又便宜了半目系左右 对,跟刚才点目是便宜了半目 但半目跟现在 售富是很难产生关系的 这 看起来是 很难了 对 鸡盘棋 白棋 对,获胜 基本上已经拿下了 可以说是吧 这些稍微便宜一点点 然后把这个尝了 那这个又是又一次的生理学业 你别想给我打赖皮捷了 连这个赖皮捷的可能性都没有 这里呢 如果说黑漆 就有这么一一铺 是吧 这个缓好多气啊 因为黑漆现在收气的话 白漆一长 这里白漆是快 快一气 那就是说黑漆握铺的话 白漆接上 黑漆收 白漆收 缓三气捷 缓三气捷 它也是安全的走了算了 对 也确实这个白漆 白漆这个在一一长了之后 可能还下了有这个一二十手 但是我看 从后面来看 好像和这个胜负 好像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 对对对 白漆比较稳 就算白漆这个一一缓了点 这又差了半步 但是盘面三四目 是撑死了 对 所以说当这个二百零四手 相当是一个胜利宣言 最终我看他们下到了 下到了二百 二百二十多手 二百二十二手 但是就是对一些小关子了 我看我们是不是后面也不用再 再摆了 因为这个可能跟胜负已经关系不大了 因为我们稍作休息 过一会儿还要看另外一盘棋 就是这个小将 也是今年的一个新兴 大家都很关注的 这个金宇成和韩国第一人 深圳续九段的这个会计菜 我觉得这盘棋 大家应该关注度也很高 我们就留点时间给这个第二盘棋 好的 我们一会儿回来